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内文是这样说 比喻中的主人将不怜悯人的债户叫来 对他说 你一个恶奴才 你仰求我 我就将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 好像我怜悯你一样吗 主人就大怒 将他交给奖刑的 让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耶稣说 你们各人有不从心里遥述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了 凡不肯遥述人的 就是放弃了自己登梦赦免的希望 但是这个比喻的教训 是不能濫用 上帝对于我们的赦免 并不减少我们信从他的义务 我们对同胞的宽恕精神 并不减少合法债务的权利 基督在教训门徒的讨告之中说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他并不是说 为了使我们的罪得蒙赦免 我们就不可以向欠我们债的人讨债 而是说 如果他们不能够偿还 即使是因为他们不善于理财 也不可以将他们下落监里面 压逼甚至苦待他们 然而这个比喻 并没有叫我们鼓励懒惰的精神 上帝很明白地说 若有人不肯做工 就不可吃饭 主母要求努力做工的人 去养活懒得的人 有很多人浪费光阴 不肯劳动 结果造成了贫困缺乏 如果犯有这些错误的人 不加以糾正 这样对于他们的一切接济 都会像把钱放进有流动的钱袋里面一样 但也有一种人的贫困是出于不得已 我们应当对这些不幸的人 表现温情和同情 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 应当好像我们自己 若处于同样的环境之中 所希望得到别人的看待一样 今天的内文就说到这里 请大家明天继续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i know who is